它等於幾A? 2A 所以如果今天P點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兩段長度應該都很長 所以這一段長度是不是叫A 這一段長度是不是也叫做A 那同學你還記得嗎 這個中心啊 到焦點的距離 這個是叫做什麼 叫做C對不對 焦距就是F1X固的長度嘛 所以焦距應該是21 那這一個長度是誰 我們是不是叫做C 那同學這個 這一個高度是誰 還記得嗎 這個高度叫做B1對不對 它是短頭的一半 所以我上次習在講一個問題 火源是不是有長頭 有短頭有焦距 來去一次 長頭的長度是幾A 2A 注意哦 這段長度等於這段長度 長頭的長度是2A 短頭的長度叫做2B 焦距的長度叫做2C 那ABC的關係 同學這個關係很重要 ABC的關係是 A零方會等於多少 B零方 再加C零 對不對 這一個直角三角形 有看到嗎 A最大 或是我強調 我自己知道的記哦 A最大 所以A零可能B零加C零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記錯位置 可以哦 那我記得為什麼我要畫這個東西哦 我們上次好像有達到一個概念 就是通過焦點的鞋 叫做焦鞋嘛 那透過焦鞋裡面 跟我們的長頭 垂直的這一個 我們稱為叫做什麼焦鞋 這個叫正焦鞋 那我上次我記得課程結束的時候 有叫同學貝嘛 正焦鞋的長度 我不是說有個口學嗎 叫做A分是什麼 然後B零方 這樣我會按 這個 但是 我會覺得你當然要怎樣 你要會證明呢 因為其實會被你的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怎麼證 這個口學的方程式 來我們旁邊寫一下 我們上次推導過 A零方分之S零方 加上來B零方分之Y零方 就是會等於B 好 這是一個左右型的左元 可以嗎 它的標準是 我們上次筆記那個獎金 把它打出來 好 那現在我要去推導這個 這個焦鞋的長度 那其實很簡單 這個點如果叫做 呃 Q點好了 這個點叫做R點 而且你只要把Q跟R的座標 找出來是不是就解除了 你聽懂嗎 對吧 因為我們的方程式 不是已經知道了 所以Q點的座標 這一條先直線 叫做NKS檔個多檔 NKS檔個C 所以我們這邊來算一下 NKS檔個C 帶進去的話 我們會得到什麼東西 來 Y零方 應該可以寫成 B減掉 A平方分之C平方 然後把這個B平方 怎麼樣 把它乘過來 你看看科學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好 這一條切直線叫做X檔個C 因為這個領字叫做C10 那你把它再 所以這裡我們來推定 它會變成B平方 寫到前面 乘上 來這裡是A平方 然後這裡是A平方 寫標多檔 幫你講平方 等一下可以寫到做什麼事情嗎 好可以喔 然後再來繼續 同學請看這邊 這裡是A平方 同學A平方寫C平方 這個B平方 那B平方乘B平方 所以這裡會出現B的幾次方 四次方 OK嗎 所以同學這個時候我們的Y 來 我們的Y就會等多檔 正負A分之多檔 C平方 5 通理嗎 好 我們這邊叫做正負A分之B平方 所以這個Q點跟R點的錯標 我們現在都可以知道 這個Q的錯標叫做C 然後它是A分之B平方 OK 那R的錯標叫做C Q的A分之B平方 其實大家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我要去推檔正交線的長度 它其實 我們既然已經坐標化 你就求那個P跟R的錯標就好 好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 就知道之前 我們的正交線的長度 PQ線段長度 就變成A分之多 這個要被推喔 你要被推正交線的長度 就輪到一條 可以喔 背要背起來 考試可能沒有時間讓你再去做 好 就按背 就把它背起來 按背啊 不要忘記 按背啊 對 好 來 C的 什麼地方 意見 你說這個地方 沒有啊 這一條牽直線 叫做X卡 C嗎 它才已經去這裡了 所以它就變成A0方 跟C0方 然後把它移向過去 然後把它在A0方纏過去 我去寫這兩個點的外交標 好 好 什麼PQ 好 我寫PQ喔 對不起 抱歉 是Q啊 拍線拍子 很經常都喜歡寫PQ 都寫換 師傅你這樣知道我的意思嗎 它的方程是不是長這樣啊 啊 這一條牽直線不是叫S等於C嗎 對吧 然後把S等於C帶進去啊 好 那今天其實喔 最主要要跟同學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接下來這個東西 不能寫在那個講義上 那個講義你已經沒有位置了 好 你寫在理記本上 好 理記本上還寫P 呃 呃 這裡要寫P 呃 這裡要寫P 呃 你寫P 呃 呃 呃 這裡要把同學喔 跟我再畫一個圖 不好意思 你們知道那個文學行有賣一種那個詩詞嗎 它那個詞上面有一些那個詞詞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嗯 你們有看過那種上面有圖嗎 所以就買一隻來畫 那比較快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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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有一種是旁邊有 它有多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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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那種有好東西的 嗯 那就是 又畫啊 又畫在那個 零記本上 有多東西的 Gracias 我來畫一個圖又形的頭 還是那個物理王 關於火源我們應該有一個很重要的知識 比如說來給你看 火榮是兩個焦點王 這個叫F1 這個叫F1 好,那如果今天 你們第一顆還是物理智障的焦點 F1這裡這個東西如果是太陽 太陽才會給你 可以嗎 那有一個東西呢 黏著火源形的軌道 繞個這個太陽那邊轉 我覺得那我問你 在哪個邊它距離太陽 近日點 近日點 近日點在哪 左點啊 右邊這個 這個你比較長 叫近日點 來,標一下好不好 這個點 我們稱為叫近日點 這個叫近日點 沒有關係 這個概念沒有關係 來,這叫近日點 那遠字點在哪裡 在這裡對不對 這是教育的日點 這是教育的日點 那我現在要問的問題 當然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點是最近 文組合學生 如果是文組合學生 你讓他感覺說 好像是最近 他可能畫質給他看 讓他覺得說 原來這個點是最近 然後完全可以接受就可以了 可是你所學生 你不能說好像最近 就這樣 不行 你要知道位置 有沒有物理 那些地位 不行 這也沒有最近 但他們距離這樣短 就大 真的 沒有 不行不行 我跟你的距離 跟爺爺跟你的距離 跟爺爺跟你的距離 哪一個距離 沒有,我跟妳講 對,我跟妳講 不演我講 他也會講 沒有啊 他沒有 他沒有講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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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完 上不完 他進度 嚴重落後 嚴重落後 這一選機都交不完 給他 反正外面一張 進一張後 好 好 來來來 看那邊 看那邊 好 來,而且這個是橢圓的標準型 對不對 那我們曉得 這個方程式是怎麼推出來的 它是DF1 一定是一個重點 DF1 這個叫做 交半徑 DF1加DF2 這兩個交半徑 怎麼加起來是一個定時 叫做2A 對不對 我告訴你這個結果 每一個高中生都知道 你知我知 每個人都知道 這兩個加起來是2A 這個人是2A 你不懂這個可能算 這兩個交半徑加起來是2A 2A是一個定時 這個東西就是從這邊推出來 對不對 好,那我跟妳講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妳所學生 一定要會解釋 就是 那加起來是個定時 分別拆開又是多少 你知道DF1是誰 你知道DF2是誰嗎 你一組的學生 一定要知道這些事情 而且要把他記下來 然後你還要未推 你聽懂我意思嗎 大部分的學生 每個都知道 這兩個加起來有2A 就這樣 但是我如果問你說 那DF1是誰 你知道嗎 有多嗎 有多 不是 你能不能把它寫出來 寫成數學式子 我的意思是這樣 來,P點如果在這邊 對不對 好 好,DF1加DF2是一個定時 我推給你看 好不好 然後我推給你看 我慢慢推 然後推一次 PF1是誰呢 P是一個動點 大概是會講的 來P這個座標叫做SY 可以吧 好 動點P的座標叫做SY 那這個F1 F1 我們就是多檔C 來F1的座標 更多C 把它寫上去 好 那PF1之前 兩點之間的距離 有什麼困難 我們就用 我們的距離公式把它寫出來 來,我們一起寫好 兩點之間的距離 所以這邊可以寫成S-1 C的平方 加上Y-0的平方 就是Y平方 對吧 我第一個步驟上寫 你完全可以接受 是不是 可以吧 上寫的問題 然後再來 來,下一行 來,下一個步驟 來,下一個步驟 更號 來,S-C的平方 再加上 我現在要把Y平方換掉 你知道Y平方要換成誰 那就告訴我 S跟Y S跟Y是要換成這個式子 所以我現在把Y換掉 換成多少 E-A平方跟S平方再乘上0平方 所以我現在把Y平方換成 B平方乘上0平方 來,E-A平方 可以嗎 來,慢慢寫 可以嗎 來,這個步驟,這樣可以嗎 對吧,我現在把它換掉 換掉之後 同學,我開始來整理 把裡面這個式子把它怎樣 把它怎麼轉開 好,那我給同學一點時間 你想想看喔 如果是你會整理成什麼樣子 我給你30秒 如果把這個式子把它整開去整理 你會試著把它整理自己 我給你一點時間 好拿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有多快喔 我是這樣整理的 整開之後寫成X的一個降溝的形式 然後就把它成離除 可以嗎 慢慢做 就慢慢做 好 那做到這裡 同學再下個步驟 再下個步驟 這個推倒的過程離除的學生是絕對沒有辦法去離開 一定要自己去推過幾遍 最後那個結果就把它寫下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出來會變成多少 A0-A0分次B0 同學它會變成A0分次C A0-B0分次C A0-B0分次C 然後這裡是X的0分次C 減掉兩倍的CX 再加上 來同學B0-B0-B0分次C 它會變成A0分次C 可以嗎 好 寫到這邊 他寫到這邊之後 他會變成A0-B0分次C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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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你也知道其實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某個東西的完全 precis 你知道他是誰的完全沒法 這個是A0分次CS 剪掉那一個 如果您觀察力不錯 應該可以看出來 那寫到這邊 我們高一的時候就講過 平方跟根號其實可以不想停消 可是當平方在根號裡面的時候 停消之後要加一個瓶子 要加一個絕對瓶子 你還知道為什麼要加瓶子 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這個出來之後 它會變成絕對瓶子 A分之CF 再點到樓上 再點到樓上 可以吧 你先寫到這邊 好 接下來就給您仔細聽 這個X是誰 這個X是P點的X桌標 大家會有問題 這個X它在果圓上動的時候 通常這個X一定比誰來的小 一定比A來的小 因為這個點的桌標 這個點的桌標其實就叫做便宜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這個X在移動的過程裡面 除非它跑到這個點 不然的話X通常都會比A來的強 對吧 而且你看看 A分之C 只是小於1 所以MX通常會補A小 然後再乘上一個小於1的數字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發現 這個東西應該是比較小的 那減掉這個A是比較大的 誒 那你知道 在絕對瓶子裡面 小的減大的 它絕對瓶子會加一個負號 負號 所以這個絕對瓶子去掉 它會變成A減掉多少 A分之CX 好 好 來 我飛出來 這個交換性 PF1 它是誰 A減A分之CX 來 這個結果非常重要 來 這個結果 我用橘色的橫筆把它晃起 我告訴你 這一個我要分享 你要解某一些比較特殊的題型的時候 一些比較難的 橫筆的螢幕 你可能會用到這個東西 好 交換性要分別把它拆下來 加起來 兩個2A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分別PF1跟PF2之類 這就很多學生都知道 很多學生就不知道PF1性的事情 A減A分之CX 同學 那如果PF1 我現在已經推出來 叫做A減A分之CX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那你知道PF2是誰 不是P1 PF2 它不是應該哪個2A再減掉PF1 對不對 所以PF2你就不用Band 你就用推了就好 2A減掉它 它就變成A加上多方 A分之CX 你懂嗎 所以我個人在記 我是記者 我是記PF1 那PF2 反正這兩個加起來是2A 所以這個PF2 不用這個去記 好 那我現在問同學一些事情 知道這個東西 跟我們的記者比 跟我們的記者比 有什麼關係 好 來喔 我寫在這邊 來我寫在這邊 我寫一個P 寫在這裡 我們不是已經推出來嗎 我們的PF1 來我再寫一次喔 PF1叫做A 減掉A分之CX 好 那問同學一些事情 如果我希望這個PF1嘛 對不對 記之點就是要最近嘛 最近就是我希望它怎麼樣 它最小 我希望PF1最小 那請問同學 這個時候你要想辦法讓你變大 AX是要變大 如果AX越大的話 這個時候PF1其實就會越小 聽懂我的意思嗎 等一下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在用 我們現在學的一些東西 來告訴你 那個遠字點跟機字點的概念 那同學 這個AX要最大 AX等於誰的時候最大 這跑到這裡面幹嘛 AX等於A的時候 這是不是最大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一定會大於等於 A減掉的時候 大了 什麼話 糟糕 我減到D下面一點喔 它會大於等於 A減 A分成C 再乘上A 再乘上A 聽懂嗎 X最大就是A嘛 X最大 是不是就跑到這個位置來的時候 是不是就最大 好 那這個時候 你的最小值就會變成都A減C 對不對 好 所以同學你從這裡 你就知道 為什麼這個點 這個點 為什麼當你來P點 跑到這裡的時候 它距離你這個焦點 X1 的這一段長度 這一段長度 為什麼是最短 為什麼 你可以用這個地方來多近視 你聽懂嗎 其實很多學生他會覺得 這是直環 沒有錯 原字點跟機字點其實還蠻直觀的 為什麼是A 蛤 哪裡 就X最大的什麼是A啊 對啊 等一下 我有寫錯啊 他如果希望要最小 這個就要最大 對啊 所以X等於A的時候 會有 會有最大 對吧 沒有錯 我應該沒有看錯 好 OK 好 所以這個結果同學要記下來 你會推嗎 要推推看嗎 好 要推然後這個結果要被 這個結果我其實想說什麼 沒有 想不出什麼 反正你就是要把它記下來 好的 沒有問題啊 來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回到你的講義 這個原字點 新字點上面檢測 那你們護理已經在我解釋吧 這幾個字點 為什麼要先進去 他用什麼方法講 完全沒有講 或是他去看一圈就知道 看一下就知道 看一下就知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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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